大家好,我是琪琪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真的就是有手就会 随便搅搅,然后1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的早餐鸡蛋饼 吃起来又香又酥又柔软 还有豪华加烙板 那我们就开始吧 先来调一下面糊 普通的中筋面粉就可以了 加一点盐和五香粉 搅匀 水可以分两次加 边加边不断的搅拌 搅至这种大概有一点面筋生成的状态 之后可以稍微静置个几分钟 再加入另外一半的水 这样就不会有那些面疙瘩了 在面糊里加鸡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就是可以使这个饼非常的柔软蓬松 吃起来不是那种像死面一样的感觉 锅要烧热之后加一点油 之后就可以倒入面糊了 基本上这个饼的四周都翘起来 就可以来翻面了 用饼铲子呢把它稍微的推一推 这样它加热更加的均匀 底面都完全煎至金黄之后呢 也可以再来翻个面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加一些甜面酱啊 或者是辣椒油等等都可以的 你们早餐都一般吃什么呀 如果是中式的话可以扣个一 西式可以扣个二哈 这里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可以加一些你喜欢的料 大家一般都喜欢在这些饼里面 或者是煎饼果子里面都加些什么料呀 你们看真的是有手就会对吧 非常简单快速 而且呢好吃又松软的早餐鸡蛋饼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